来自欧盟与泰国的商界代表 27号会见了泰国国家维稳委员会主席 兼过渡政府总理巴玉上将 共同就经济改革与发展计划展开讨论 巴玉上将详细说明了泰国目前的政治状况 并承诺尽快恢复经济 改善经济发展环境 巴玉在会晤中感谢各方对他出任 过渡政府总理给予的支持 而维稳委员会也清楚国外投资者担忧的诸多问题 巴玉表示 希望国外投资者能够相信 维稳委员会会努力帮助消除困扰 而政治方面的变革不会对投资者产生太大的影响 相反 政治变革能够改善很多社会弊病 对经济环境的改善有促进作用 巴玉指出 维稳委员会自成立之初 就确定专人负责经济事务 而在9月份过渡政府开始运行之后 与经济有关的各部委也会全力恢复经济 并依法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而在举行全国民贷选举之前 维稳委员会 郭渡政府 以及国家立法议会都将全力解决各种问题 国家改革议会也将在11个方面制定国家改革方案